位在新莊的國家影視聽中心 為帶領小朋友探索影像樂趣 在這個夏天 特別為大台北地區的國小朋友 精心策劃盛夏開麥拉 認識電影夏令營活動 逛有20位小朋友報名參加 可以讓小朋友可以來體驗 就是說整個電影拍攝的一些原理 我們怎麼樣去欣賞一部電影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影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從很小的年紀開始 大家可能就會用3C 可能就會在網路上面 看到很多這種影像資訊 電影夏令營三天活動 從電影欣賞影像概念形成 乃至影廳工作體驗 都讓小朋友獲益良多 我第一次服務別人覺得很有趣 真的嗎 感覺很有趣 很有趣的意思 有趣的地方在哪 因為可以體驗不一樣的工作 對於電影院來講 可能他的幕後的這些工作其實是陌生的 就是說他可能會去看電影 但是他不曉得其實在電影的背後的放映師 他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其實我們要怎麼樣學習去服務來電影院的這些客人 那我覺得這也是對這個年紀的小朋友來講 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國家影視聽中心的工作同仁帶領小朋友一一體驗各項影廳工作 從鎖票服務 對講機使用 連座位整理等等各項電影院幕後工作 通通都有 加上其他豐富活動 讓小朋友度過了特別好玩的電影夏令營 以上新聞記者林振傑新莊採訪報導 訪启傑唱